日本對中港澳航班落閘 只可以用日本四個機場 原本打算飛北海道的港人大失預算 旅行隨時面臨取消 女子懷疑岸邊打卡意外墮海昏迷 竟然用魚屍釣人救一命? 爸爸內地生病,危疾寶變孤兒丹 還要最高人民法院罰出監護令 才受理 最後未禍賠償已經病逝 馬上東張勢望 歡迎收看東張西望 政府今天宣布由明天開始 將會大幅放寬防疫措施 不過這次並不是逐點放寬 我們東張Plus也第一時間和大家直擊 我們評估維持疫苗通行證 可以帶來的額外的效益 或者已經不及得它現在對社會造成的一個成本 所以政府是決定撤銷透過預防及控制疾病 疫苗通行證規例 即是599L章裡面實施的 法定疫苗通行證的制度 這次放寬的非常之多 當中包括取消社交距離措施 限聚令檢疫令 也不再界定密切接觸者 當然,我們相當期待 很多人一起復償 對,希望疫情快點消失 去旅行就不用太多限制了 走快2023 接著緊接農曆新年 不少港人都準備去日本旅行 怎料日本昨天突然對中港澳航班落閘 只可以由四個機場 分別是東京城田、羽田、關西 中部機場入境 其他地方 就像北海道和沖繩的機場 港人納入禁止 那加入團 或者自由行去以上地方的人怎麼辦 難怪早上已經看到 令行程受影響的人來到旅行社查詢 我現在正在問中城 因為我現在去中城 什麼時候出發的? 1月1日,很震撼 本來很開心,收拾行李 準備去旅行 怎麼知道現在不能去? 不能去? 我們現在不知道 怕去到那邊,又不知道會怎樣 如果我真的去了,回來又搞不定 我們又不知道怎麼辦 真是很逃亡 我覺得應該都出發不了 因為日本好像都不讓我們去 我給了錢,當然不能去,退錢 原本去哪裡? 我去沖繩 但去哪把機場都不開 不知為何這麼突然 歸根結底是一個她害怕 大陸一開放 我怕排三島人進去 造成她疫情過急 我想怕病 是嗎? 難不難去都是這些 其實沒事的 香港人為何不害怕? 你下來,我們在香港 是嗎?我們在香港政府也不害怕 歡迎之志 日後可能會改,也不一定 觀察一下情況 如果沒事的話可能會改 就是你們現在、投稿都拉掉 已經很難六 owe 高手、挑選remos 其實我們還會擁有 我們的一些人 粉絲、黑胱、纖靈 當然是他說的 海修 他是否有一天 他說他在以後 他是誤ä730,你看到那 所以他們是拍照的 不過就真是麻煩 而且也很少位 所以我今早一早立刻來 先搞去 否則都要等通知 或者隨時無法轉團就無法去 我見到有些人很趕 想拿回一些錢 航空公司又退不到錢 隔壁那些更麻煩 希望他早一點通知 不要那麼急 因為真的很急 或者中間給人家長一點時間 現在真是幾天 有些今早很多 我剛才來到等前面的 全部都是轉團 入境日本受到限制 幸好離境問題不大 香港政府和日本相關部門 達成共識 離境方面不會設限 維持原本的安排 航空公司會安排吉機接送 已經出發去了北海道的香港人 就不用擔心有機去, 沒有機犯 這次日本政府 突如其來執行新措施 旅行社首當其衝 有旅行社表示 不少去北海道或沖繩的團 都要取消 受影響的人數多達三千人 所以要急於找應變方案 我們在這個時間 積極會跟航空公司聯絡 希望可以多拿些機會去東京 大阪或明高 到時大家可以轉團 或者轉換其他出發日子 其他行程 如果大家真的選不適合 都可以 不需要收任何手續費 都可以退團 航空公司很幫助 就是用一隻吉機飛去閘航 接我們香港的客人回來 也有部份航空公司 會用東京的機位 安排客人坐到東京 然後飛回香港 近年發生了不少工業意外 今早又多一宗 示範在今早10時左右 在將軍澳入警署新總部的地盤 有天晴突然之間倒塌 相片中看到 這個倒塌的天晴 懸掛在半空置中 搖搖欲墜 所以看見都覺得很牙煙 這個意外慶幸 就沒有造成人命的傷亡 不過以下這個意外 可以用命員一線形容 其實是命員一絲 因為一條魚絲救了人一命 大海無奇不有 有人就釣到大魚 有人就釣到垃圾 但說你也不相信 有人還釣到人 人繩子,有過來,一邊繩子 你小心點,你小心點 她的頭 前面那裡幫他手,前面那裡 為什麼有個人浮在水面? 還好像失去意識 昨天有網友上載兩段影片 話說有名女子遠足時 看到有人釣魚就走近拍照 誰知道一不小心就掉下海 幸好有幾位釣友看到 而釣友拯救女子的方法 竟然是用魚絲釣他上來 可惜我想這個魚勾勾到其他 沒事了,剪掉了,沒事了 幾名釣友合力把女士救上岸 之後就有政府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 將女士救走 事件未造成人命傷亡 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不過不少人都很驚訝 魚絲也可以救人一命 可能是那些很大拉力的魚絲 可能是纖維線 還有那些魚肝也有幾乎 不然就像我那些已經斷了 最起碼二十多磅三十磅最少 這些大馬力拉到 這層百斤重都拉到 魚肝要硬的,不要拯軟 如果拯軟的話會斷了 影片所見,其實兩位釣友是用魚絲 把那位女士拉回上岸 其實市面上有反受不同磅數的魚絲 低至十多磅,高至幾百磅都有 但其實是用多少磅的魚絲才能拉動 因為成年女性 其實是好看當時的實際情況 風速水流等等因素 我看網上的影片和相片 我見到那兩位人士 用魚絲魚肝都比較粗身 那些魚絲起碼都有四五十磅的拉力 專程來釣大魚為主 因為那個女性浮在水面 其實她用當時 我想她用四五十磅的魚絲拉力 應該就足夠拉到她埋岸 影片裏面,我們見到她用手拉一條魚絲線 那為什麼她其實不用肝? 其實手拉魚絲比較直接 而且更加容易去操控 因為如果用魚肝的話 因為魚肝都會射了一些力 用手的話,其實就會更加好 剛好可以控制到魚絲和人的力度 變成了不會突然鬆掉 那個被救者就相當危險 又是時候車鏡看慢片 網上有這段片 看到鏡頭前這輛的士就突然間U-turn 在退車的時候 差一點就碰到這位途人 很危險 這個途人看起來好像聊電話一樣 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當他發現自己原來 差點被車撞到的時候 都表現得很淡定 其實都是那一句 過馬路的時候 只要打聲十二分精神 所有道路使用者 最基本當然是安全至上 至於拉票來說 可以說毫無底線 無所不欲其極 這麼快 萬千勝費頒獎典禮2022 還有一個多星期就舉行 這個時候 候選者應該越來越緊張 在今天的造勢大會上 大熱門登場 因為最受歡迎電線男角色 外界話不理過蔥字 要不林敏聰, 要不陳山聰和 老老實實 你們幾個之中 你們覺得誰勝算最大? 不用說了, 一定是大佬 謝謝…不是大哥… 不是大哥, 不是, 為你陪伴 不是, 你看我們三個 還有七個未來的 是 那七個應該勝算更高 也不用來, 沒問題 只是搞定了, 是嗎 我覺得看到大家可以拿獎 我已經很開心 因為大家都有付出 我跟她來打卡的 就是跟得獎者 男角色就一字算山蔥 至於女兒呢 大家都投相同一票 Angelo 蔣家文 我老婆經常追求 我老婆很討厭她 所以我不知道看到她會不會… 其實今天看到她, 都有點扯火 我也想掌握她一巴掌 Angelo… 說一說, 現在也… 我想掌握她一巴掌 你一個人… 我掌握她… 我掌握她, 你做得太好 你掌握她… 你掌握她 你掌握到哪裡了? 真是壞 女角色還是女配角, 你要選 二選一 兩個可以嗎? 雖然反骨期擁有超級熱度 其他候選者都不是留的 因為有大熱門下樓上車族 雖神不是人 反骨期是賤人 貞兒和車太, 氣勢逼人 還有一個摩音纖纖 你們叫觀眾怎樣選擇? 摩音纖纖, 別人的紅是不同的 如果你不紅, 唱成這樣就被人拿票 是… 現在它紅就變成摩音了 是… 變成新的名字 是… 這行真是很奇怪 觀眾應該怎樣選擇你們 你們有沒有怎樣拉票 現在怎樣… 是嗎?先哄過一點 這裡很奮派 嘉懷, 你會否覺得自己很吃虧 只有自己一個 我沒有, 是比較孤獨 是一個人 是 戰場本身, 我跟她是水溝油的 不友善的 每次都是頂撞到上天 不過這次… 我們跟她可以了 互相支持 互相支持 勉強, 別這樣了 我們擺明是一家人 所以全投給我們就行了 總之看到下樓上車族就… 踢, 踢, 這樣就行了 爸爸內地生病, 危疾寶變孤兒丹 還要最高人民法院 發出監護令才受理 最後未獲賠償已經病逝 轉頭危疾寶, 不保危疾 回到東張西望 早前有一個男童 在多區的馬路邊 經常彈出又彈入 意圖嚇途徑經司機 最近又有類似片段出現 片段一篇見到 有個男子站在欄杆邊 然後他突然彈出馬路 然後又縮進去 還輕輕鬆鬆地向前走 而拍片者還拉近鏡頭 去觀察這個司機的反應 鏡頭一轉 男童又出現同一個位置 繼續玩命 他沒事之後還望著鏡頭笑 這樣玩法一點都不好笑 希望你們不要再做了 隨時連命都保不住 不過有時保險說有得保 但未必能保得到 買危疾寶 是希望萬一患上嚴重疾病的時候 可以獲得一筆錢醫病 不過沒有人會想到 這一筆醫病的錢 最終竟然會變成死亡賠償 真是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我錢醫病失救而死 是什麼感受 在十年前 不少內地人來香港買保險 郭女士為他住在成都的爸爸 買了一份危疾保險 每年花三萬多元 後來負責保單的經紀轉工 保單就變成了孤兒單 因為我媽媽患患了十二年 就離開了 沒有保障, 全家人都辛苦 所以我有幫爸爸 買一個嚴重的側面保障給他 保額有多少? 只有三十萬 那些專士都告訴我們 因為年紀大, 保肺斗掛 我們也覺得保肺斗掛 也有幫爸爸買 因為我們要給爸爸一份保障 婚藝疾保在2013年購買 一直以來沒新殺過 直到2019年 郭爸爸的身體就轉差 而且被驗出有三高 到了今年三月 他的病情急轉直下 要去到成都一間醫院留意 吃東西就要餵給他吃 就飲水, 你就給他增水 坐子要負 就是沒有治理能力? 是 醫院那邊判他的症是什麼? 就在扭緊肢 還有冠狀、暗化性生臟病 糖尿病, 扭萎縮那些 據郭女士的弟弟說 當時郭爸爸的情況也很嚴重 他預計未來要面對一筆龐大的醫療費用 所以決定在四月向保險公司提出新殺 我們其實從四月開始 我們就很急用錢 我們就想跟保險公司找辦法 但是我覺得保險公司就是 夜線電話打近來打過去 他們又一次、兩次 都會給我們資料 但是拿了資料 我們真的沒有一個指引 我們又不會填 第二就是新的一個代理人 又沒有一個清楚的名單給我們 我們拿了之後 保險公司又說要有手液 我們昨天就為資料奔波來奔波去 據郭女士說 這份保單因為屬於孤兒單 雖然後來有一位羅小姐跟她們跟進保單 不過情況沒有改善 而且因為郭爸爸簽不到名 保險公司方面 要求郭女士申請一張監護令 簽法的地方 竟然要在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 最高人民法院 那位老師就說 你們有沒有北京的父母? 我說沒有 你爸爸有沒有?我說沒有 你去北京怎麼做? 搞得我, 不知道怎麼搞我 晚上睡不著 這次的個案是什麼? 就是受保人很可能 在過程上來說 已經失去了一個治理的能力 就算在香港也好 其實在香港的保險公司 或者去任何金融機構也好 我們需要去香港的法院 拿一個授權的指令 同樣的情況 例如回到我們中國大陸一樣的情況 你就要去拿一個監護令 但我的理解是什麼呢? 監護令、大監護令本公司 都是盡量利民的 他未必必要去跑道去我們自己本身 其他省外的地方 其實地方法院上來說 甚至乎一些所謂的認證機構 很多本公司也會因應情況去承認 從四月開始,半年多的時間 國女士不斷和保險公司方面聯絡 都得不到一個比較清晰的指引 到了10月24日 國女士決定自己提交申請表 和醫療文件 不過保險公司仍然多番要求撒取 由最高人民法院簽罰的監護令 身殺似乎遙遙無期 而國伯伯在11月18日 終於敵不過病魔的煎熬而去世 那間保險公司為什麼買的時候 特地為內地旅客刷的保登 不是刷的方便,是刷的限定 他們的要求買的時候什麼都可以 你批的時候,他們的要求是我們救不了 我的身體是誰的 買保登的目的是EBAN 不是拿死亡批上的 我們想拿錢來救我爸爸的命 不想爸爸那麼快,走 最後,國女士獲得了 三十萬八千多的新股賠償 就這件事件 我們聯絡過跟進過保登的保險經紀 羅小姐 是否你有印象是有跟進這個保登的 就是你知道… 沒有人做事,我現在不行 但是我現在做警員 就是你跟進這個保登是… 不好意思… 是嗎? 之後我們多次致電給羅小姐 她也沒有接電話 另外,我們也透過電郵聯絡 有關的保險公司 他們就以私隱為由 拒絕回答有關的提問 而另一方面 國女士就收到保險公司一封電郵 內容大致是保險公司 在4月27號接到國女士的電話 之後國女士就再沒有查詢過 另外關於監護令 他們說是翻譯錯誤 只需要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發出 而不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上岔天貢地 這個錯誤也挺嚴重的 保單是被保證的私隱 其實我是她的女兒 我是替我爸爸交保險票給那個人 她說不能提供那些資料 哪有塑審的資料給我們參考 打那些預算電話 打到我們沒辦法 他們公司五月多 就有一個同事幫我們跟進 她收到三封城都可以練習 翻譯錯誤三次 所以你對這個解釋不滿意 非常非常的憤怒 借手不到 4月19號到 1月28號整整 七個月 她們在做什麼 從來都是我們不停地追問她 不停地和她們扣住 不停地所有資料怎樣做怎樣做 但是她們都是一次一次練習 可以翻譯錯誤三次 理賠上面 尤其是醫療這方面 可能牽涉到一些 可能在地區上面 醫療機構的證明 由於各個地方的文化 和那個情況都不一樣 可能就會引致在時間上有分別 這個是我相信大家可能 要有一點點的一個理解 其實最順利的做法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大家再確認一次 你自己保單上面來說的話 會不會有一個後備的投保人 或者有一個任何認識的授權的安排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個部分的時間來說 將來真的發生類似的事情來說 就不需要走到什麼法院那些部分 你是不是立刻在保單上面處理 剛剛過了聖誕節 理論上是普天同慶 但是有一位港男是非常生氣 話說這個男生就在網上跟大家分享 我在博星D那一天 就約了一個女網友 想出來浪漫一番 就帶了他去吃雙送飯 誰知道這個女生謝料頓走人 那男生就說他走步 原來他打算晚上帶他去酒店吃泡妃 到底是兩送飯不適合要走人 還是負性格不適合呢 但這件事的重點是好戲在後頭 但若然前戲反差太大不夠吸引 很可能博星D變成一場桃相秘 大家記住 好,時間夠了,明天再見 拜拜 好,再見 再見 竟然不怕舊,有觀眾報料 只拒絕了一個簡單問卷 就說有豐富賬品 領獎時就被人疲勞軍詐 被說服買了二十萬旅遊會籍 到真的想預訂酒店時 才發覺跟一般人訂房 根本沒分別 服務用不了,連費連連交 原來這些個案一直沒停過 留意東張西網